三民二分局決民所執行巡邏情務 發現一輛自小客車紅燈右轉 立即將其攔下並盤查車上人員的身份 授檢時車上共有張姓男駕駛及後座兩名越南籍男子 經查發現張男為高雄地檢署發佈之背信通緝犯 另一名無姓越南籍男子不但為苗栗地檢署發佈之傷害通緝犯 更是通報失聯將近兩年之移工 當場逮捕兩險 全案一背信及傷害通緝移送地檢署偵辦 另一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 將無難移情移民署專情隊查處 另張男紅燈右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署條例 第五十三條第二項可處新台幣六百元以上 一百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還 警方呼籲外籍移工為合法之人 入境時應依規定申請延長或出境 商家義務雇用非法移工 以免觸犯更重之就業服務法 商家義務雇用非法移民不足